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再也来关心 美国电商巨部亚马逊 26号将会取代全美国最大的连锁药装店 也就是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来加入稻穷工业指数 它会成为蓝筹股的一员 消息公布之后 亚马逊的股价在盘后是上涨了1.6% 而另外在Walgreens部分则是下跌超过了3个百分点 而根据路透的报道 管理稻穷指数30档成分股的 这个标普稻穷指数公司 他表示了 说就像调整是由超市Walmart股票 一拆三带动起来的 那么市场分析是认为说 亚马逊几乎是一个混合的名称 它代表了美国商业的立场 那么亚马逊其实从2020年以来 首次入选了稻穷工业指数 而另外在Walgreens部分则是2018年的时候 它取代了通用电器 也就是G1加入稻穷工业指数 不过说到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他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富豪 他的净资产有1914亿美元 相当于是6兆新台币 那么根据申报的文件上显示 贝佐斯呢 即上个礼拜他先抛售了1200万股 亚马逊股票之后 礼拜二跟礼拜三呢 又以169.5美元这个均价 卖出大约1200万股的股票 把20.3亿美元收到囊中了 这也使得呢 他本月总共这个售股的总额 已经是超过60亿美元了 大约是1884亿新台币 也因为呢 他最近在打造一个417尺长的 豪华巨型游艇 这个游艇要价就要5亿美元 而且他跟这个未婚妻桑切斯呢 接下来也是持续在买 好假要买好几库 那么需要数亿美元的资金 所以他才开始恢复售股的 而他的卖股行动呢 是依据去年11月生效的 交易计划来进行 这个文件显示 贝佐斯最后面很可能会出售 高达5000万股的股票 那么这个举动呢 也是贝佐斯2021年5月份 他卸任亚马逊执行长以来呢 首次出售亚马逊的股票 那么去年呢 他其实也捐赠大约价值 2.4亿美元的股票 只是呢 去年11月 贝佐斯对外表示了说 他要搬家了 他是要搬离西雅图 前往迈阿密这边来居住 那么除了方便了 关注他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也就是Blue Origin的这个 火箭发射任务之外 他说呢 也可以离自己的未婚妻 桑切斯的家人更近一些 但是呢 外界就猜测了 这幕后原因 其实是应该要避税吧 因为原本呢 在西雅图 女生要交交7%的资本利得税 但是他搬家之后 由于佛州政府 是没有征收所得税 或者是资本利得税的 所以呢 也将会替他节省掉 1.4亿美金的税金 那么在2月 受股之后 贝佐斯对于亚马逊的持股 也从原本的9.762亿股 来到了9.5226亿股了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